台灣四百年 故事悲歡相連 我是魏德聖 為台灣拍電影 也為你說故事 歡迎收看《島讀台灣》 早在外來勢力進入到台灣之前 台灣這座小小的島嶼 就已經住著許許多多不同文化 不同語言的原住民族 在經歷不同的政權 以暴 自亂 以及懷柔安撫的兩手策略之下 消失的歷史太多 留下的線索又太少 就像我們原本要開拍的台灣三部曲 為了要搭建一個完整的 希拉雅聚落 麻豆社 我們必須要從很多的文獻裡面 去爬書 整理 包括建築的材料 或者是它的建築的風格 以及植物的種植 甚至於人文的生活習慣 或是時代的美學 都要做很多很多的考究 才能夠搭建出這麼一個完整的 一個麻豆社聚落 數百年來在外來的勢力衝擊下 他們的語言也激進流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將希拉雅語列為滅絕語言 但是我今天就要帶你們去見證 一間讓死與復活的小學 麻豆和祝福的小朋友 現在到二樓三公司 我們歡迎在英國園 你們都沒開了啦 好,快進去 我決定要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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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味道来到我们的合唱台 一起来唱歌好吗 好 我紧张啊 哇你们三课太快乐了 一课干嘛的希拉雅 哇嗨 可能为导演的希拉雅语 刚刚在学而已 我还没学 所以没有了 没有对不对 那我们来教他好不好 好 我们要教他了 哇 你要教我什么 我今天教第一次是 搭北一慕米 是你们好 大家好的歌 搭北一慕米 标准吗 搭北一慕米 标准吗 我要教的是你的名字是什么 像你的名字就是魏导演 那我就会说 如果你要说你要自我制造的话 你就要讲 囊囊奥达底魏德胜 囊囊奥达底 囊囊奥达底魏德胜 对 囊囊奥达底 魏德胜 魏德胜 囊 我知道我在感觉很像 阿北一慕米 囊囊奥达底 囊囊奥达底 魏德胜 傍米 魏冰裂 di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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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想要問你們這些小孩 我剛看你切的歌切得很開心 是… 是你們用西拉雅語這種東西 來推行你們的… 當作是一般最好的教友人都有這個 是 因為我們所知道 我們學校就是在西拉雅部落裡面 我是一間部落的學校 這個我們部落其實對這個推策的模擬 就是我們學習很用心 他差不多對九龍年 我所知道他們都在這裡 那個時候是鄉土高漁 他們都很用心來學校 不介教 時間上 高財上 還要讓他們這個付出的概念揮影 其實很保險 但是他們那時候就很用心 我們的歷史在這個1636年 我們臺灣的第一間國際學校 就在新港社 那個社來的那個所在聖林嘛 就是三百八十年後 這個淫眠非常的好 所以2016年就變成是一個十年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過期就是國際學校 有辦法跟他們所知道的這些 西拉雅藝 他用庭商 發發 生化法的這個九號方式 讓他們學校 所以我們的政科 我們的這個社團科 就是會導你所看到的 他們都非常快樂 他們跟學這個議員 都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我相信說如果這樣 我們推薦這個武器 才會孤單 才會成功 最近一兩年出土的 那個馬太福音跟約翰福音 給了蠻大的幫助嘛 就是從字然後變成句 然後變成是到可以 可以對話這個過程 我比較想要跟你問的一件事 是說在那個時代 荷蘭公司來這邊經商 商業剝奪 利益剝奪 但是傳教士來這邊 卻是在用很全新的付出 在編寫聖經 希拉雅語的聖經 甚至來傳教這樣 我想要了解你的看法 荷蘭人他來這裡 當然有他的目的 他有這個1627年 就是甘智市有來 甘智市他很重要 他就是他們這個 雙高的前期 他們都是很 我們在說的 就比較屬於本土化 本色化 是說處境化的 這樣的一個神學觀念 所以他們就會去新東在地 所以他就說要搬來西拉雅堡 然後他就帶來新港社 這是第一點 而且他就說 應該就要給他們的具見 然後就是他也說 最好是帶這個人做夢 當然他沒有他不是 但是他很努力學希拉雅語 所以其實他以前 來新港社的時候 他在他的目的書館 他就已經有開放 做一個就是 希拉雅青年的一個學校 當然是一個 可能是一些宗教教導 不過那宗教教導裡面 很重要就是 他轉換的語言就是希拉雅語 所以在1636年的時候 那個猶如不來的時候 就正是七學校 所以在那個學校裡面 主理的語言是希拉雅 萬淑娟老師和先生萬一家 二十年來自立復刻這些 消失在歷史洪流中的希拉雅語 遵循語言的軌跡 靠著土法煉鋼 一步步爬出這兩本 神聖的宗教聖典 其實就是根據 當時候這個 荷蘭宣教師所奠定下來的 一個聖經 馬太福音 還有約翰福音跟教理問答 翻開泛黃書葉 左半邊是古荷蘭語 右半是羅馬拼音音譯的希拉雅語 封面印著黑白畫像 它就是四百年前 所謂發行雙語聖經的牧師 尼淡嶺 將原住民的通俗用語 譯成聖經福音 當年的傳教行為 成了希拉雅族 尋回語言的契機 而翻譯聖經的發想 起初來自一位 不得知的荷蘭牧師 幹知師 基本上就是天啤教 荷蘭是基督教 那兩個修盤 敵人做了我也要做 那幹知師是第一個 來到台灣傳教的 這個荷蘭的新教牧師 幹知師畢業於荷蘭 最頂尖的萊頓大學 為了推廣 實踐基督教的教義 他橫渡半個地球 航行了八個月 從西方國度 踏上亞洲的征途 登陸這一塊 被形容是未開化的福爾摩莎 我的公司人員遠離家鄉 我一定是家庭 我一定喝酒亂來 有的沒的 所以一定要怎麼知道 要不然就拿他 給他拿去 甘志士滿腔熱血 只為了將教義宣傳進入部落 卻和利益掛帥的 荷蘭東印度公司長官 產生旗艦 速度爆發激烈的扣腳 我聽你做這個 你來台灣沒台沒錢 還跑去什麼 跑去那什麼 原住民傳教你搞什麼 拿我的薪水 大部分東印度公司的據點 進入到亞洲之後 你注意看 都是在被伊斯蘭的世界包的 東印度公司他又覺得說 你這些牧師不要給我惹事 我們契約是說 你只要在這邊就好 你不要跑出去跟惹惱 那些所謂的伊斯蘭教 那些頭頭 可是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他發現不一樣 讚 熱蘭這城對面的希拉雅部落 竟然沒有文字 一切口語相傳 更謊論有宗教典籍 他宛如發現新大陸 1627年啟動文明人養成計劃 不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再警告 將生死自治度外 獨自走進原鄉 做一個宣教師 他一開始他就主張三件事 應該是先跟希拉雅人去做朋友 建立那個好的關係 他認為荷蘭人應該要學希拉雅語 如果可以的話 宣教師最好是取希拉的人為期 主打 主打 我們如果跟原住民在一起之後 我們還可以當通翻譯 然後加到原住民之後 就那個頭就足夠了 甘肢市努力學習希拉雅語 也先後在新港社 及其他部落開辦學校 設立教堂 教育希拉雅人推廣基督教 1628年他書寫報告 上交巴達維亞政府 指出新港社有超過128人 能夠背誦祈禱文 更教導族人以拉丁字母 打造羅馬拼音 書寫他們的語言 希拉雅族正是從史前時代 進入到有文字的歷史時期 這個確實是西方人 就是荷蘭人留在台灣的遺產 編寫成為雙語的聖經 甚至是教理的問答 越來越多希拉雅人 學會書寫母語 後期更有族人 開始撰寫新港文書 用新港語寫下租賃契約 與漢人進行土地交易 甘肢市波撒的教育種子 在部落遍地開花 他在台灣劣跡中盛戰 眼中的佛爾摩沙 是塊美麗的報導 他當然留下一些 關於台灣的紀錄 而且這個紀錄 其實之後成為西方人 認識台灣一個重要的文本 相較於漢人 當然是對原住民的觀感的描述 比較正向一點 希拉雅族為母系社會 家業繼承以女性為主 未婚的女子 有絕對選擇配偶的權利 婚後婦女懷孕時 必須經過昂儀普掛判斷 孩子該不該留下 易於西方思想的生活方式 甘肢市將其所見所聞 撰寫記載 指乎不可思議 也有甚至連續墮胎死幾次 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一個描述 其實好像是一種 把原住民的生活習俗給 奇風異俗化 甚至以他白人男性的角度 去看待這個異主 在荷蘭時代 不是說希拉雅族 你就放棄自己的習慣 他們還是在進行他們的風俗習慣 那美豬進行募俗美豬嗎 為了消弭不良歪風 傳教士祭出執政教化的鐵血手腕 第二任傳教士游羅伯 為了產足希拉雅的奇風異俗 無情的將能夠預知未來的這些昂儀 集體驅離出境 放逐到侏羅山 就是現在的嘉義山上 相較於甘之士 第二任的Unius 他其實是用一個比較嚴厲的方式 來傳部 傳教 包括上帝在創造亞當和夏娃 那些拿坑頭 他這樣一講 一種背禮的基督教的原來譯書 Unius本來是好戰 越來越誇張 他在他的同僚之間 他的評價也不是很好 因為他回去之後 拉丁民起的時候 他如果在台灣 輸了六千人受洗禮 我們是很懷疑 為了強化原住民信仰基督教 由羅伯修改教徒必備的 實界與教理問答 身為荷蘭東一度公司的成員 他肩負職責 用殖民帝國主義 展現強勢的政治勢力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 他們是一手拿著聖經 一手拿著刀劍 槍砲 宣教台上畫的 是由羅伯的昔日肖像 台下座落的是改宗的原住民 消失多年的宣教油畫 近兩年現身國際拍賣場 重現當年在台傳教的寫師輪廓 傳教士們一手拿槍 一手拿著玫瑰 在懷柔教化之語 不乏威脅利用 卻在百年之後 意外讓滅世的希臘牙語 有了絕地重生的機會